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麥克風在2022呢 有一個社群投票的新生物票選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三個新生物呢 只有一個最後會出現在麥克風上 那在官方更新之前 是在投票之前呢 就有超強的網友已經把它做出來了 這是麥克風呢可以自由的部分哦 可以用模組拉各種的資料包 重現出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些生物實際出來會長什麼樣子呢 第一個生物呢是sniffer 這個在設定上呢 他是一個古老的生物 那目前在資料包作者下呢 目前是要在海底機 有辦法找到他的蛋 這是從蛋孵出來的 這個蛋呢只能在沙爾上孵化 所以我想他目前應該是用 海龜蛋來做的吧長這個樣子 哦他轉向哎 所以這個大概要等個 三四天遊戲中的時間呢 他才會孵化 哦孵化了 孵化之後長這個樣子 登登 目前的大家坐著看到外觀吧 他設定成這個樣子 啊自己去跑跑去 他其實是一個路上的生物啊 這邊有一個怪怪的bug 那這邊好像在探出東西了 他探到種子了 沒有錯 這個生物的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可以找到特殊的種子 那只有他們找到 那這是一個新的植物哦 可以種哎 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他會長大嗎 目前在官方設定中呢 他好像只有這個形式 我可以試著灑骨粉看看 好像不會長大 不能灑 啊目前長這樣 那因為這個植物 還不確定他到底有什麼功能 還是他之後開花還是怎麼樣 目前只有這樣的一個 呃草的感覺哦 那這生物呢 看起來是沒有眼睛的 因為他的英文名稱的sniffer 跟呃秀探有關 就是他可能是用秀爵來 呃移動的 他眼睛看起來是退化 所以在這個 skin 造型上呢 哎也沒有一個眼睛在啊 皮子嘴巴這個很大 呃又吸到了 然後又找到東西了 這樣他只有六隻腳哎 他腳的數量這樣 這是我們第一個生物 sniffer 接下來第一個生物呢是rasko 這是一個地底下的生物 目前來官方的設定中呢 是會在高度零以下的礦坑中 有可能會遇到他 前面這個生物就是rasko了 他的特殊的功能呢 就是找到他之後呢 哦他會跟你玩捉迷藏 哎他保證了 我這樣我算找到他一次嗎 哦他會躲三哦呦 好也躲起來了 我們算是找到他三次了 然後之後哦目前作者是讓他隱形哦 然後他會送你一個稿子 那目前還不確定 他還會送你什麼東西嗎 好像不一定是鐵稿 那給的效率一 給我之前預測的大概就是比較 呃平價比較低等的一些附魔 好像差不多 那到底之後還會給什麼呢 可能就是三種四種工具吧 鏟子拉稿子 鋤頭之類的斧頭這樣子 那還會給你什麼呢 那目前他功能好像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隱形之後呢 哎要多久可以再找到他 這也許有一個冷卻時間 我猜會跟繁殖時間有點像 可能大概也是個五分鐘 然後再繼續找到他呢 哎也許又可以再跟他拿東西囉 啊但不確定是不是都是鐵稿啦 那有鐵稿的話 是也不錯 然後如果一開始之後拿石稿這樣下來的話 有一個小小附魔又是鐵稿的話 在滅亂呢 或是其他的 模式下哦 生存模式下也可以過得更加的開心 然後他隱形好像結束哦 他是有點像一個血居人的感覺 然後呢他又給我一個稿子 那目前他好像 暫定都給的是效力儀 可以來看一下他的外觀 他其實有點駝背比較矮 然後背上要背著一個背包 長子的樣子啊 目前重複有點怪怪的 這樣啊一個人形的形狀啊 血居弟弟人的感覺 這是我們的拉斯克 最後一個生物呢是TuffGoran 這個是寧灰岩高輪啊 這是一個巨人 有點像鐵劍的一種石像 那這邊呢 暫時他的做法呢 是用寧灰岩來製作的 啊這是這個資料包作者 做的一個想法 加上一個紅色羊毛 加一個雕刻過的南瓜 之後呢是要丟上回生碎片 大概是想把這個當作有用的東西 不然他沒地方可以使用 那目前現在製作起來好小哦 不用想像中還小哎 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 他這裡其實應該是手端的一個盤子 所以應該不是他下面是紅色的圍裙吧 還是他本來就有圍裙 這邊的他的功能呢 是可以幫你搬運東西 如果給他一個 鑽石他有辦法嗎 目前好像 還做不到哦 用Q出去的哦對對對 正常樣子應該是這樣 他是有一個 呃墊子吧 然後幫你裝東西 還是他的造型 原本就有一個像裙子的感覺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他到底可以怎麼搬 然後幫你搬到哪邊呢 這個詳細的功能 還是要等官方的設定 大家模組啦 這個資料包想怎麼做都可以 他確實是可以一個 設定成一個自動化感覺 但最後還是看 最後實裝功能到底有哪些 啊所以他是一個搬運的一個 民虧嚴的小巨人啦 好在上呢 就這一次在新生物投票前呢 我們來一個搶先試看啦 大家在看完之後呢 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就是投票結果 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囉 大家也可以到 麥克風的官方網站 去進行投票 我們就來期待一下 到底是什麼生物會獲勝呢 OK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